第2局上半场上来的话找到的是杂技花瓷 没有带飞轮的杂技 这边一口一族本相已经喷上了 这口直接喷吗 这口直接喷 如果第二口接不上 感觉好像 是不是喷上了 那没什么问题啊 那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边的话还要再补喷一口以后再打 现在都很细节呀 这个击倒 他不能这一轮直接击倒了吧 先附身一下笑笑这边压压机子 然后找到这边杂技 交个闪现击倒 我明明马机总量加起来都不到两台的 也是这两波的一个一族本相交的 小小这边一点办法没有啊 再喷一口 传过来 好这边 直接交闪现打 还是追求稳定的一个击倒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建筑嘛 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这个闪现完成击倒了 人一挂 然后开始守这个密码机 人机可以同手 穷者这个局想要保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甚至觉得这个局穷者已经开始可以考虑干嘛呢 可以开始考虑保 修完密码机跑一个了 当然这招队伍是MRC啊 就你要让我选 可能就跑跑一个了准备 但是MRC这边的话 我还是有所期待的 俯视视角 来来来 血线很紧 一刀 这波是想要去尝试打一个过半或者震慑 没打出来 大副这边无伤救人 那这波无伤救人对于起研来讲呢 就比较难受了 他这里的血球没滚起来 密码机呢 穷者这边现在总量是修掉超过三台 机子不算特别的慢 这个机子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穷者来讲 看待员这边的话没有什么打架的想法啊 待会看下一波救人吧 人挂上3.6 二挂三台半是真的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优势节奏啊 就对于一般监管者来讲呢 三台半就是一个平局的节奏 那么对于时空之影来讲呢 三台半就是一个小 小优 现在大副这边趁着你不注意把人给偷了 杂技这边上了二楼 二楼这边的板子 玩你一手 机子差的不多了 起研现在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这个机子了 然后呢 这边的一个 闪现还差 闪现还差20多秒 这不能待会儿溜出一个四人开门战吧 因为待会儿 勘探员可能会捏着磁铁过来打呀 我们来看勘探员在哪里啊 这边喷到了 这里是在选择补状态 补完状态 小迪老师这边的机子在修 这个机子是拦不住的 三人开门战嘛 这三人开门战的话 三个人都有自保能力 勘探员 大副有 呃 琼人这里的话 刚才选择补状态 没有过来打架 我觉得稍微有点点可惜啊 如果说刚才勘探员过来打架的话呢 第一打下来了挺好 对吧 四人开门战 打不下来 其实也能够为调酒师争取更多的休机时间 反而感觉刚才补状态 给大副补状态有点过于求稳了 有点过于求稳了 不要急呀 这开门战都还没开呢 对不对 这个局怎么的就平啦 你就觉得这个局求人能平啦 不好说的 现在的话卡血线 打一刀 调酒师这边的酒 一刀倒地 外面的密码机 现在小滴老师调酒师倒 我们来想一想 密码机 现在三人残局 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人 你要有一个在椅子上面 有一个要救人 另外一个修机子 那么我用桃片就可以干扰你非常多的机子 再加上一四人这边还喷一手 再来拖你一会儿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看救人大副的位置 大家注意小镜头啊 小镜头看小镜头 选择船过去 然后伊斯人回来守这个地下室 起言打的也是非常的飘逸啊 这波说实话起言传过去打 让这个调酒师出了这个地下室 我感觉 没赚头 为什么没赚头呢 因为第一他没有打到看待元的伤害 第二呢 就算你打到看待元 击到看待元了 其实穷者外面还有一台遗产机 密码机其实不太压得住的 密码机其实不太压得住的 这里看待元交快磁铁 手里还有个飞轮 针对看待元打一刀 这看待元是一个飞轮双弹 不带大心脏的 要不要针对一手 现在密码机已经压好了 这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如果说这是仅有的一台遗产机 传过来打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外面还有一台的情况下呢 你传过来打 就算是真的把看待元秒了 那外面还是能做到压机救人的 只不过呢 这个看待元是没有大心脏的 现在找到小迪老师 有地窖 这里有磁铁 有飞轮 先吸你一波 这里的话船 管不了这看待的 确实管不了看待 手里有闪现 但是这看待元有个飞轮 不好弄 还是来找这边小迪老师 还是找小迪老师 调酒师毕竟只有两条腿 对吧 这里看到大副 看待元还想控吗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不用控了 特别是这个看待元 不要管这个看待元哪 不要管这个看待元 完了 管看待元 管看待元 真的不能够 这种残局 管看待元 管看待元是特别 容易出事情的 三跑 我依稀记得刚才有个菜机解说 在那边说 我觉得MRC可以准备跑一个 真的好菜呀 这个解说要不取关了吧 我依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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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